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 继续来关注全美各大主流媒体的新闻消息 华裔警察梁彼得前年在纽约布鲁克林政府楼执行巡逻任务时开枪误杀黑人格力 陪审团经过两天的闭门讨论 11号晚终于做出裁决 梁彼得二级误杀罪和独职罪成立 4月14号将宣布量刑 梁彼得在现场眼面扶在桌子上良久 现场没有欢呼 没有哭泣 布鲁克林检察官汤普森随后在法庭外进行简短讲话 他表示这个结果对失去无辜生命的蛤蜊来说今天得到了正义 梁彼得代表律师罗百能则对陪审团的裁决结果感到非常失望 他们决定要上诉 今年28岁的梁彼得将面临最少5年 最高达15年的监禁 纽约市警察局也在法庭判决之后宣布解雇梁彼得 美国航厅航空局向国际空间站运送货物的织物带上发现黑霉后 下一次送货日期将至少后延两周 消息称NASA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正在对发霉原因进行调查 后者是负责为轨道科学公司和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太空货船的发射准备货物的公司 NASA发言人丹尼修伊特称 原定于3月10号发射的轨道科学公司的天鹅座号太空货船 所装货物已超过一半 据悉NASA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决定拆开货物 被袋子消毒 因此发射日期将被延后 修伊特还表示 如果出现黑霉的袋子被送上国际空间站 工作人员也不会受到威胁 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全美各大平面媒体的新闻消息 周五上午 美国亚里桑那州格伦黛尔的一所独立高中 发生枪击事件 两名女学生被击中死亡 格伦黛尔警官布里登说 枪击发生在上午8点 这两名15岁的女孩都是10年级的学生 他们是在学校食堂附近被害的 每人身上都有一处枪伤 警方在两具尸体旁边发现了一件武器 但是布里登说 现在还无法判断这是一起凶杀案还是自杀案 警方目前已经关闭了学校进行调查 警方请学生家长聚集在附近的沃尔玛 等待进一步的信息 这所独立高中成立于1977年 是格伦黛尔联合高中学区的一部分 有2000多名学生在这里就读 格伦黛尔处于凤凰城西北部 人口23万 全美空房率最低和最高的10个城市 据华尔街报道 美国一房地产研究公司 发布新数据报告显示 2月全美房产市场空房率为1.6 房屋控制率最低的地区是硅谷地区和弗蒙特州 新汉布什尔州和犹他州的度假区 其中加州圣河西空房率最低仅为0.2% 空房率远低于全国均值的其他主要城市 还有洛杉矶 波士顿 科州的丹佛和华盛顿 哥伦比亚特区 空房率较高的地区是汽车制造业及其相关产业的地区 其中空房率最高的是密歇根州的弗林特 高达7.5% 专家表示空房率过低将导致许多房地产市场 面临住房价格和租金上涨的压力 另一方面 当地时间2月11号 在加拿大自由党特鲁多政府执政百日之际 潘基文开始对加拿大进行短暂访问 在沃泰华与到访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会晤后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对外表示 加拿大将寻求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席位 特鲁多表示 寻求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席位 是他和他的政府 修复加拿大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一部分 加拿大此前的哈勃政府 曾经一度与联合国关系紧张 哈勃政府批评联合国 处理叙利亚问题没有效力 对于特鲁多政府 表达欲与联合国加强联系的愿望 潘基文对此表示热烈欢迎 他称尽管沃泰华当地的天气非常寒冷 但联合国与加拿大之间的关系非常温暖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留意 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每周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 US 进行订阅 我是雪桥 不要走开 继续为您带来凤凰微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